年轻不养生 推荐的超级健康食物 可惜很多人现在还不知道 作为一种调味品 大蒜除了直接吃外 各种蒜的保健食品也相继而生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 都有着许多传说中的药用价值 光是大蒜的刺鼻气味 就能让人产生药的遐想 那么吃大蒜的好处到底有哪些呢 除了吃之外 大蒜还有什么大用处 我们今天全部讲清楚 一、吃大蒜的几大功效 一、抗菌消炎 大蒜属于很辛辣的食物 它里面含有天然的抗菌元素 我们常见的紫皮大蒜 它当中所含的大蒜辣素 具有明显的杀菌消炎的作用 杀菌能力能达到青霉素的10% 对多种制菌病毒产生抑制 和杀灭的效果 而且能起到预防流感 预防伤口感染和驱虫的功效 二、抗氧化 大蒜里的某些成分 类似维生素E与维生素C的抗氧化 可以防止衰老 同时大蒜能促进血液循环 减慢我们氧化的速度 减缓血管与皮肤老化 从而保持年轻的状态 爱美的朋友们不妨多吃一些大蒜 三、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大蒜可以成为血管中的青道夫 它所含有的一些有效成分 能够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根据统计 连续吃上四个星期的大蒜 能够把人体总胆固醇的水平 降低12% 坚持吃大蒜 这种降低胆固醇的效用 还能够持续 大蒜还能有效地防止血栓的形成 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 如果能够将人体血脂 胆固醇的水平 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的话 就能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 四、防治肿瘤 去研究 大蒜之中含有一种硫化合物 能够作用于肿瘤的发生阶段 增强人体的解毒功能 干扰致癌物的活化 防止肿瘤的形成 从而增强免疫功能 同时这种硫化合物 还能够抵抗突变 避免了正常细胞的癌化转变 大蒜中还含有褶 稀等多种元素 这些元素也能够抑制肿瘤细胞 与癌细胞的生长 因此权威组织认为 在全世界最具有抗癌潜力的植物 就是我们常吃的大蒜 五、抗过敏作用 很多人都属于敏感性体质 到了换季和温度变化的时候 整个人都会因为过敏非常难受 建议这些朋友们可以吃一些大蒜 对于改善身体敏感 有很不错的效果 虽然很多的研究报告指出 大蒜有益人体健康 但是要遵循适量的原则 过量反而伤身 有研究报告指出 长期服用大蒜 会破坏红穴球造成贫穴 本草钢木则指出 九十大蒜山肝榫木 所以应是可而止 总的来说 大蒜作为一种蔬菜 或者调料都是不错的 是为组织推荐 一般成年人 每天吃二到五颗鲜大蒜 大致相当于一半 对于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大蒜除了食用外 把它埋在家里的大米 还有这两个神奇功效 大米是家家户户 都会囤积的粮食 但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发现 自己囤的大米生虫了 这些爬来爬去的虫子 不仅让人食欲大减 它们还会跑出来 污染其他的粮食 让人烦不胜烦 但让人疑惑的是 买来的时候 这些食材都好好的 为什么到了咱们家后 反而生虫了呢 来源一 随米而来 其实 当大米还在田间地头时 其中一部分 就已经携带了米虫的卵 即便是后来 历经一道道加工程序 虫卵还依然潜伏在米内 但虫卵的生长发育 需要温度和水 大米自身的含水量很低 所以虫卵一般不会孵化 当大米在湿度65%以上 温度2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 只需一周时间 米虫就会破壳而出 而大米能给它们提供充足的营养 很快米虫就会长大 并繁育下一代 来源二 常年助手 除了米携带虫卵外 还有一个隐虫入米的关键 就是家中的储存空间不为生 很多人的家里 有专门用来装大米的米缸 米袋 米桶 一旦有过米虫出没 这些容器中 就可能留下虫卵 如果除米容器密封性不好 米虫从容器中钻出来 进入墙缝 地缝里产卵 等到虫卵孵化之后 米虫会循迹爬回米中 大吃大嚼 继续生儿育女 研究人员发现 处于湿度70% 气温30摄氏度的条件下 米虫仅需26天 就能完成一个生命周期 在气温18摄氏度的时候 米虫则需要96天 才能完成一个生命周期 而在温度低于11摄氏度 或高于35摄氏度时 米虫就不产卵了 事实上 米虫和菜虫一样 是农作物 农药使用状况的安全参考指标 放了很久时间的米 非蜜蜂条件 在夏天放三个月以上 还不长出米虫的 更让人担心 生了米虫的大米 还能吃吗 有些人发现 大米里有米虫 就觉得特别的恶心 还害怕这些米虫 生带细菌吃坏肚子 所以会选择把生虫的大米扔掉 其实 这样做还是很浪费的 因为 米里面生的虫子 虫栏本身没有细菌或病毒 只要大米生虫不是太严重 将虫处理干净后 大米还是可以食用的 而且通过高温加热 米中隐藏的虫卵 也会被杀死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除虫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把生虫的大米 放入冰箱的冷冻时 冷冻24小时候再取出 米里的虫子就会被冻死 而且它们多数会变成红黑色 很容易剪出来 蒸米饭或是煮粥之前 再把米淘洗干净 去除飘在水上面的 被虫住空的大米 剩下的部分还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当然 如果家里有筛米 面的器具 也可以通过过筛的方式 清除一些碎屑 虫子 需要注意的是 为大米除虫时 千万不要选择爆晒法 因为这样 非但达不到杀死米虫的目的 曝晒后的大米 也会因过多失去水分 而影响口感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到一个小技巧 那就是把大蒜埋在大米中 这样做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而且也非常简单实用 那么我们来详细说一下 把大蒜放到大米中 用涂花钱买不到 简单还是用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 将大蒜放到大米中 防止大米生小虫子的具体做法 其实刚开封的大米 就要如此保存 这样能减少大米生虫子的概率 如果已经受潮 或者存放不当的大米 有可能已经在大米中生小虫子了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 从刚开始就采用这样的保存方法 下面是具体做法 一 首先我们把刚买回来的米袋子拆开 因为米袋子的那层有一层保护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刚买回来的米袋子保存 当然如果家里 有专用的储存粮食的盒子 那么利用粮食储存盒来说 其实是更好的存储方法 因为粮食盒子的密封性会更好一些 如果用米袋子来存储的话 那么等放好大蒜 就要将袋子口封延式 二 随后我们准备一些大蒜 如果没剩下多少大米的话 我们可以少放一些大蒜 但是新买的刚拆封的大米 那么建议多放一些 我们将大蒜去掉外皮 然后包开大蒜的蒜瓣 放到大米上 三 将每个蒜瓣分开一定的位置 我们需要将大蒜埋进大米里面去 四 将大蒜用力地埋进去 埋到稍微深一些的位置 五 这时候我们把周围的大米 再次铺在蒜瓣上 可以让蒜瓣埋得稍微深一些 随后 我们用密封夹等密封物 将米袋子的封口扎紧 随后我们将米袋子 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去保存 保存大米一定不能放在阳光处 接触太多的阳光会受热 加速大米生虫子了 另外放在厨房潮湿的地方 其实也是不行的 这样也不能很好地保存大米 大蒜埋进大米里 只是为了防止大米长虫 其实是双向作用 平时购买大蒜 回家放不了半个月就长牙了是不是 而放进大米中就能防止其长牙 因为大米比较干燥 有很好的降温作用 让大蒜处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下 这样就不会长牙了 长时间保持新鲜 对于大蒜 南方和北方的态度截然不同 南方人对于北方人 动不动吃面时配着大蒜 有点难以理解 觉得太辣了 南方人有的不吃 有的不倒成蒜泥不吃 这么拿着生吃则很少见 而北方人对于南方人的态度 并不在意 因为他们感觉南方人 根本不懂生大吃蒜的妙处 真正能吃的是一口面一半蒜 让人看得瞠目结舌 受这样的影响 我们很多人以为大蒜 就是用来生吃和调味的 于是很多人就忽略了 大蒜的另外一些妙用 比如大蒜吃了后会有口气 这主要是因为大蒜本身 就含有刺鼻的气味 而这些刺鼻的气味 让人感觉难受 可谓是吃着舒服吃完难受 但是这样种气味 在生活中却有妙用 我们下面再说三个 关于大蒜在生活中的小妙招 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 都是经验 当然也不是黑嫂的经验 而是无数大农村人总结出来的 一大蒜可以制蚊子 北方的夏天 人们喜欢吃拍黄瓜 这菜爽口 清凉 但是在配料方面 有的人喜欢在里面用蒜 有的出于口气的考虑 而拒绝用蒜 比如人家感觉晚上要睡觉了 满嘴的蒜味实在是难受 所以这个拍黄瓜里不放蒜 可是当吃完饭睡觉时 蚊子开始出现了 这种从远古时代 就存在的虫子 要多烦人便有多烦人 钉咬人固然是一方面 而且在耳朵边上飞着的声音 很是烦人 汪汪汪的 让人不自觉地觉得身上直咬 但是 人家吃拍黄瓜用蒜的人 却睡得很香 这让人更加地恼火 觉得蚊子也是失利眼 怎么老是在自己身边 飞和吸自己的血 难道他们不能叮咬 为什么要带住自己一个人叮咬 这太气人了 其实 原因很简单 因为吃拍黄瓜时 用蒜的人身上有蒜味 所以蚊子不近身 并不是它有什么特异功能 导致蚊子不敢近身 这个大蒜 的确有防蚊子的功效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罢了 小时候的夏天 都喜欢在院子里睡 院子里难免会有蚊子 于是家里人 就会在凉席边上 摆放几半蒜 整夜就能睡个安稳觉 这种方法 在玉北某些农村很流行 至今仍然有人在用 当然了 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 比如蚊子猖獗的夜晚 我们在身边放一半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个需要用得多一些 才能防住这些蚊子 没用过的不妨试一下 有一个缺点就是身边放蒜 睡觉时会有味道 如果能忍受 就能逃脱蚊子的叮咬 说完蚊子 咱们再说另外一种烦人的东西 二 大蒜可以防马黄 我们去到田里干活时最怕什么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最恐惧的 最心烦的就是这个马黄了 这东西看着恶心 被咬上却又毫无知觉 等到它向里面钻石 我们才能稍微感觉到一点疼痛 有的人痛觉不敏感 甚至都不会感觉到 而且一旦被钉咬上 这东西你还不能拔出来 因为一来它非常滑 根本抓不住 二来贸然去拔的话 有可能会留里面一段 小时候都是用东西拍打 被钉咬周边的肉 比如用拖鞋抽 用木板打 就是要逼这个马黄 从自己肉里退出来 只有它自行退出来 里面才不会被留下一段 这么一段恶心的东西 留在自己肉实在 相信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会好 等这东西退出来了 你还怎么都打不死它 生命力非常的强 唯有高温 比如火烧能让它彻底死去 所以我们在下水田时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让这种东西钻到自己身上 而这个方法就是用蒜 比如我们在下田前 先把八好皮的大蒜 在小腿处涂抹一下 全部都涂抹一遍 然后再下水田 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 小腿进水的部分 这种味道会让水下的马黄 退而远去 根本不进身 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冰咬了 很实用的一种方法 没用过的可以试验一下 特别是南方的朋友 强烈推荐这种方法 没有什么损失的 三木气防虫养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家用木气 最容易生虫子 这种虫子不是普通的虫子 它们就靠吃木头为生 我们会看到家里柜子上 或者床上出现一个个小孔洞 那些都是被虫子蛀出来的 里面藏着木头蛀虫 你掏又掏不出来 抓又抓不住 烧也不能烧 怎么都治不了这些虫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没错 还是用蒜 这里不是蒜泥了 我们可以把蒜给切成丁 然后塞在这些木头柱洞里 或者是木头缝隙里 这并不是会把里面的虫子 给逼出来 而是会直接杀了它们 虫子会被杀死 此外 我们平时在柜子背面放一些蒜 也是可以防治生虫子的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